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我是宋文娟 未看香港天气之前 先追踪尼帕特的走势 她已经横过了台湾并且有减弱 今早7点时她是台风级别 预料她会移向福建 并且今日会日间登陆 之后会减弱 与她相关的一些强风区 预料对香港就没有大影响 但是因为有台风在台湾海峡 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今日香港的天气会比较易热 再加上吹一些偏西风 还会有烟霞 今早早各区的气温分布已经高开 特别是屯门赤立角已经升到32度 今天会是几热的一天 大家要留意 从太平山顶望出去 亦灰蒙蒙见到一些烟霞 所以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会是大致天晴 但是有几阵骤雨和有烟霞 天气是酷热的 市区有34度 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今天稍后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 而至于未来的几天 随着尼巴特登陆之后 我们会慢慢转回一些西南风 这些活跃的西南气流 会为我们带来多一些骤雨 换言之未来的几天 骤雨会慢慢多一些 换言之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没有今天和昨天那么热 好了 香港的天气就说完了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